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音 你的心不够柔软 别人想找个人好好聊一聊 你却一点悲心也没有 不管别人是什么样的人 你都以真心待人 你的心就能够平静 你若要明心见性 就不可以离开这个概念 以声音来讲 你不可以只听好听的声音 而不听不喜欢的声音 声音就是声音 哪来的好与坏呢 谈经学完之后 如果你还是像从前一般 那你就白学了 六祖曰 于一切法不娶不舍 声音不管是什么内容 都只是声音 好听的声音是诸行无常 不好听的声音是诸行无常 人的声音是无常 噪音是无常 自然界的声音亦是无常 听到什么声音皆一样 你就能挣得一生三昧 听到一切声音 你的心都要平静 我们听到别人侮辱 误会 讽刺我们的声音 我们常常会一把无名火 火烧功德林 若是如此 我们要修到什么时候呢 都一样 皆是声音 在深山野外听到的是声音 任何人跟你讲话 亦是声音 但是声音只是声音 那叫做定 能够知道声音的内容 内涵 则叫做会 声音有很多种 你日常生活就会遇到 比如那一天 我打电话到讲堂 问有没有人 有个同学说他们在 我就告诉他 好 我来讲堂喝个茶 我三点打的电话 四点才到讲堂 那一个小时 那个同学的内在都活在 师父来了 接着 我四点到了之后坐下 他们泡茶 我又去上洗手间 我还没出来 他就跑来叫我 师父 茶泡好了 那是什么心 师父说要过去 你电话挂掉 你的内心 可以平平静静坐在那里 你口渴了 也可以自己泡茶 不见得要为了尊师重道 不敢泡 你可以在那里自得其乐 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 我们时时刻刻的内在 究竟在做什么 修行不是时间的问题 而是当下 修行不是一个目的 亦非一个结果 而是每一个过程 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讲目的与结果 因为这是针对一般人而言的 一般人要有目标 结果 他才有个方向 你要好好修 你的目标就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你现在从这一点赶快冲 冲到那边去 三秒三菩提是什么 其实就是无上菩提 就是无所得 你只要契入无所得 当下即是 但是很多人不明白 你不需要活在那一个结果 开悟 你只要活在每一个过程 你真的很有机会 一翻就过去 如果你一直期望那个目标 你应该怎么修 怎么做 怎么准备 怎么具足 才能够到达那里 你会有很多包袱 你准备的东西要很多 有的人可以随便带一个小背包 全世界旅行 但很多人只要去冲绳岛三天两夜 他就要带一个三十公斤的行李箱 还有的人带两个行李箱 因为要买一箱东西回来 你是在休闲还是在采购 休闲是休闲 出差是出差 文后思维 你是否要达到目标才会快乐 心平何老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大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